在山东南部有这样一座县城 它和宇宙寿光齐勿 被称为山东蔬菜界的双子星 整个上海及长三角都在吃这里的蔬菜 这座县城就是蓝岭 现在出发去看看蔬菜大县蓝岭的菜附近 您这个车是我哪个发 汪安辉 往上海发的 再见好 杭州 蓝岭一年蔬菜产量达500万吨 如果你对这个数据没有概念 那换算一下 这相当于足够4500万人吃一年 但高产量可不是央视新闻带你了解它的初衷 想知道蓝岭种菜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吗 现在带你大开眼界 整个自动化配B 这个56摩地功能就有4个功能就可以了 平均我们一天可能有2万左右的菜出 2万左右柯菜不种下去 每天在循环 蔬菜不从土里长出来 而是从这 一座种菜的超级工厂 从一粒种子到新鲜生菜 全程无人管理 只靠物联网控制和流水线运作 但蓝岭种菜的黑科技可不止于此 它们还有更具想象力的玩法 当时是咱们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柏林温室 面积达到了44.2万平方米 每天的产量在20吨到30吨不等 在这座温室大棚里 温度低了有供暖 湿度低了有喷雾 光照弱了开天窗 渴了饿了水肥直达根部 蔬菜柱的地方可以说是高定的智慧家 给蔬菜打造独具黑科技的智能家居 蓝岭不仅有高定版 也已经做出了普世版 让每个蔬菜种植户都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你像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大棚 就是老百姓一般的家庭农场合作社 种田大户投得起 用得住这个温室 现在全县应该有几百个吧 从来第一件事我们就是到控制中心 把我们的四飞机设置好 然后就是每个棚挨个棚要转一转 下雨进了点水是吧 叶子又有这种干的 老叶再抽时间再打一点 你一个棚一年收入六千万块钱 比打工重多 轻松多了 在兰陵 种菜玩的就是混搭 工业流水线物联网机器人 统统为种菜赋能 智慧农业提高的不仅是产量 也赋予了蔬菜更好的品质 作为山东南菜园 为保证每个菜都不会砸掉 兰陵蔬菜这块金字招牌 兰陵人丝毫不敢送信 种菜的质量造成我们一个蔬菜产业的生命线 从县国县政府 它就把我们省级的检验检测中心 整件事放在我们市场 每次都要抽点 老品必要放心 有了高产和好品的保障 兰陵蔬菜开始弯道超车 努力让自己从种菜升级为做菜 从菜篮子成为菜盘子 我们的冷冻蔬菜的话 在零下35度是迅速冻结 主要是对日 对欧美 东南亚吃苦 我们是一家栗子菜的 休闲小食品的一家生产企业 主要是以当地的优势农产品为主 比如说土豆 姜豆 金针菇 等这一类农产品为原料 订单的话在6000单以上 如果是由主播进行带货的话 可能会突破到1万单以上 在这里 200多款预制菜产品 丰富着万千家庭的餐桌 蔬菜从第一产业变成第二产业 并正在成为风格独具的第三产业 把温室大鹏变成国家级4A景区 蓝陵人让他们的蔬菜不仅好吃 还有好看好玩 我刚才上发了一个像非年一样的设备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我们这个整个国家农业公园 可以看到大南瓜设施蔬菜 可以体验到研学的一些绿色课程 每年接待大约130万游客 见没见过这种南瓜 没有见过 家里吃的南瓜是很小 这里看的那个南瓜是很大 感觉很好 再见 让蔬菜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 种出好口味的同时 也赢得好口碑 带动农民共赴 蓝陵走出了一条 属于自己的农业融合发展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